我觉得很可恶的一点是 我觉得不只是说呢 高端要出来说清楚 我觉得政府要出来说清楚 因为高端那个时候 大家真的是没有很久以前的事情 大家不断的要求说呢 高端我们自己呢 呵护我们的国产 国产的这个疫苗 所以我们要让它呢 经过该要有的 一期二期三期的一个 完整的那么一个人体实验 所以才可以得到呢 美国也好 得到这个WHO也好的 EUA的认证 那我觉得我们苦口婆心在讲 但政府呢就是不听嘛 所以一味的富豪 我觉得重点不止你说 你让高端的股价 不断的涨不断的涨不断的涨 我们真的是花了15亿 今天为什么这个高端的相关的资料 所以要突然之间保密30年 很多人的说法 民进党内部的人都有人说 那就是因为这个价格不公平嘛 你可能花很多钱去买它 比起其他的疫苗 对都来的更高 所以15亿好 我请问你 50亿啦 50亿OK好 那问题是50亿之外 我们还去销毁 我重点讲销毁的部分 总共15亿 因为170万剂的话 一剂如果说依照他们的说法 有800块钱到880块钱的话 等于换算下来是15亿 15亿是哪里的钱 是我们的纳税钱 所以等于说 你把15亿的纳税钱拿去 要支持一个我们心目中 能够在国际当中 或是在我们自己 疫情期间扬眉吐气的疫苗 就被你搞的这样乱七八糟 所以监察院也不用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高端的事情 反映出来的 我觉得是一个 每一层每一层 每一层的国家机器 都出了问题 而且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还有两件事 我觉得一定要讲啊 大家去问他的时候 我觉得陈志东不用说了 因为他要选举 所以他可能就不愿意去承认 他觉得他可能要去闪避责任 今天我看他们在问王毕胜 他就说为什么要去销毁这个高端 这个高端那么多钱 这样销毁就那个 他竟然说呢 我们现在只要没有升级的疫苗 很多人都会要面临这个销毁的命运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他最主要是因为没有升级 所以才被销毁 并不是因为他很烂 问题是 那你去看莫德纳 有销毁这么多吗 你去看这个BNT 有销毁那么多 没有啊 真正销毁最多的是AZ 所以他有很多的副作用 再来就是高端嘛 就没有人要打嘛 我觉得这是王毕胜 我觉得一个指挥中心指挥官 这样讲很可恶 另外今天他们去问了这个薛瑞源 我们的卫福部长在昨天咨询 也一样讲到高端这个事情 他怎么说呢 他说呢 销毁170万剂 他说呢 这也没什么啊 他这样讲 这也没什么啊 他说任何疫苗呢 借齐了就一定要销毁 不能够施打在人的身上 那问题是为什么会借齐呢 为什么一定会留下那么多呢 所以我觉得他是说法 很可恶很可恶 什么叫做也没什么 纳税人钱没什么吗 你15亿 我们不要去再什么比对 什么营养午餐好了 我就随便讲 今年包括蔡英文也说了 手指化的问题 刚才周星也讲手指化的问题 你去看 如果我们今年8月开始 给这些育儿价 一个人呢 一个月5000块 你打一年6万块 你这15亿可以给多人打 打一年然后呢 打一年然后6万块之后 可以多给2万5000个人 2万5000个妈妈去过育营价 可以希望他们能够多多的 不用担心未来呢 养不起然后呢 教育不起 那不是很好吗 15亿 而且我们这个主题 今天重点是 你都过起了该罚你不罚 这个很奇怪啊 高端不是没钱啊 他股票涨那么多 这个资产成绩 到了800亿市值 你该罚还是要罚嘛 你连这个都要去保护他 就是奇怪了 对不对 你爱他 你希望他福祉他是 但是他违规了 违约了 安装政府合理 你要罚他 你也不罚 那你就护航太过了嘛